刘明依喜欢小叶 不可能吧 这有什么不可能 我妹妹那么优秀 喜欢他人多了 你什么时候跟马龙说呀 这不找机会呢 你赶紧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看着脚下 慢慢来 姐姐夫 姐 你怎么跟姐夫一块回来了 顺路嘛 他就把我带回来了 刘大夫 好 你干吗呢 学习自行车呢 看你累得满头汗你 姐 你不知道 这学习自行车可有意思了 等我学会了 教你啊 教我呢 你笨成那样 等你学会猴年满月了 你说什么呢 刘大夫 我笨吗 小叶特聪明 而且胆子也特别大 没几天他就能学会了 他那样 我听听 你让你下来 赶紧下来 我学不骑自行车呢 我学不骑自行车呢 没事可以的 咱们接着来 你跟小叶也这么说的 茉莉你可真行啊 你把我说的话 当耳旁风是吧 马龙 对不起 小叶那边的工作 我确实是做不了 但是你 马龙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个 没空 快 干吗 小叶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小叶怎么回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小叶是我什么人 她一举一动 我需要负责吗 小叶喜欢你 你就得跟她负责 凭什么 就比她在关心你 老大不小的人 到现在还担着 我担着 我担着怎么了 我担着是影响工作了吗 我影响你们了吗 我还把话说在这儿了 我马龙这辈子就打光棍了 怎么了 你们要看不下去 没关系 把眼睛闭上 别看 马龙 大家关心你 你别不知好歹啊 不用 我马龙不用你们的关系 我谢你们 我马龙受不起 黑的客的都有病 走了 走了 走 快回来 听到了吗 已经奏效了 你说 她要是真生气 不理我怎么办呀 那才好呢 那才说明她真的想 喜欢你呢 来 先下来吧 慢点 累坏了吧 汽车还真是挺累的 这时间过得真快 我下午呢 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行 那你明天还来吗 来 来 肯定来 太好了 那我等着你 好 我先走了 走了啊 谢谢你了 再见 我等着你啊 刘大夫 骑自行车太有意思了 莫莫莫莉 你会骑车吗 会啊 谁交的你啊 我以前的男朋友 也是男朋友啊 什么叫也是男朋友啊 小姚 你来 你和这流鼻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我们俩能搞什么鬼啊 我可跟你说啊 刚才马龙看到你们两个那个样子 可真生气了 气就气呗 莫莉 你说马龙要知道刘大夫喜欢我 他会不会更生气 刘明依跟你说他喜欢你啊 那是他喜欢我 又不是我喜欢他 不过我也不讨厌他 这刘明依前两天可还说 只爱他女朋友呢 怎么可能会突然喜欢你呢 他说我跟他女朋友特像 天真单纯又漂亮 像个鬼 你说什么 我说男人的鬼话都不能相信 尤其是他们的甜言蜜语 刘大夫可不是那种人 真的 他说的时候可认真了 我觉得是真话 不过有时候想想 马龙还真比不上这刘大夫呢 你说要是跟刘大夫谈上恋爱 那感觉会不会更好 小燕 这刘明依怎么能和马龙比呢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那得看马龙的表现了 他要是再对我这么挨打不离的 那还真说不一定 刘大夫 那你怎么回事 就后来 我去哪儿了 爸爸 我去买酒了 你买酒 你不要命了你 老大 你陪我喝点 来 你陪我喝点 喝什么喝 我怎么让你好好清醒清清 你给我好好清醒清清 老大 老大 我一躺在这张床上 我就 承袖承袖地睡不着觉 我满脑里全都是共产党 抓住我的画面 弄死我的画面 老大 你让我喝点儿酒 我只有喝点儿酒 我才能麻痹自己 我不想这些害怕的事 老大 你让我喝点酒 你们混蛋 天天对你言行 搞砸你都马都铁过来了 现在我把你救回来 你自己看看 你现在变成什么德行了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外面 已经那么糟糕 你自己看 老大 老大 你让我走 我一分疼的 最长疼的 对不起啊 你让我走 老大 再等几天 我一定会把你弄出去 我现在就差同背手大队 弄到同情证了 你让我走 还是找茉莉帮忙是吗 你以为我就靠他一个人帮忙吗 我就靠他一个人帮忙吗 我还有别人 再忍几天 就他们再忍几天 茉莫莫里心中早已了然 林武阳交小样骑车 只是故意演一出戏给他看 目的就是刺激茉莫莫 逼迫茉莫帮助他 但茉莫早已想好 她是绝对不会再帮助林武阳的 快跑 马队长 刘大夫 又来了 今儿怎么没骑自行车啊 拉单位了 哦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你劉大夫 來我們區尾工作了呢 求之不得 小燕 劉大夫 劉大夫 你怎麼來了 不是說好給你做衣服去嗎 是啊 你看我恰恰給忘了 咱們做完衣服還得去吃飯 還得去看電影呢是吧 你不是還說了 要請我去吃西餐了嗎 這莫莉也在那兒 小燕 送給你的 謝謝你了 還挺香的 莫莉 那你先幫我拿回去吧 我先跟劉大夫出去 拿著 走了 那我們走了 OK 再見 莫莉 我看這倆人關係不一般呢 你說這劉大夫還真有一手啊 小燕會不會也喜歡劉大夫啊 不會的 小燕就是比較無聊而已 我 營長 真的 我覺得這倆人關係真的不一般呢 但是莫莉幹嘛生氣啊 我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 好事啊營長 行了 有完沒完 真的 人家等著我們換班呢 走不走 不是 你想啊 小燕跟劉大夫好了 就不會來煩你了 你這下不就傾下了嗎 兩全其美啊 我跟你說啊 你要再跟我廢話 我就把你的嘴給縫上 謝謝 這兒 對 走 不用欣賞 來了 老闆 我想給他做一身旗袍 好 您先看看布料好不好 您看一下 這個顏色怎麼樣 這個 是不是太艷了 您看看 那個粉紅色你喜歡嗎 你決定吧 真有眼光啊 老闆 你看是這樣啊 這身旗袍 這兒呢 一定要掐腰的 然後呢 肩膀要稍微寬一點 開氣兒 最好是在這個位置 好不好 好好好 這個袖長 最好比這件 再稍微長一點 好的好的 旗袍不合適吧 有什麼不合適的 小楊 你年輕貌美 只有旗袍 才能把你的美展露無翼 女人啊 一定要把自己的曲線 展現出來 男人都喜歡她 你看老闆 是是是 來 走走走 我們進去 你往下吃醉好不好 行 聊得仔細一點 那你等著我 您放心 這塊錢 要不要給你 給你來一聲 你跟蹤我 我不跟蹤你 怎麼知道你叫他騎自行車 給他做衣服 生氣了 關你什麼事呢 我告訴你 你別以為你整天 纏纏小葉他就會幫你做事 他不會 你理解錯啊 我真心覺得小葉是個不錯的姑娘 你追小葉到底有什麼居心 我不明白這些話 你要說多少便你才甘心 正審又怎麼了 讓他們去查好了 劉明依的身份跟經歷 全部都是真實的 有我在你就不會成功 我是不會讓你欺負田小葉 我真想讓你看看你自己 現在是什麼德行 對不起我真的不能陪你了 小葉還得等著我呢 再見 好了嗎 好了嗎 還不走 怎麼知道 勞黎 你怎麼啦 沒事 趙著沒有 沒有 小心點 看你怎麼老帥走神啊 小心點 小葉 來 你跟我説説 昨天你和劉大夫都幹嘛去了 做衣服去了 她还带我去吃了西餐 还看了电影 莫莉 你吃过那种牛排吗 就是带血色的那种 我都不敢吃 对了 给你看 你看 这是我做衣服的样子 你看 好看吧 明依就是在国外流过学 她眼光就是不一样 你是没看她给我选的布料 那花色太漂亮了 这样搁以前我都不敢穿 明依 你现在连她的信都不叫了 她说这样叫显得亲切 小样 小样 我跟你说 你不能和她再这样下去了 你要是再这样跟她下去 马龙真的会生气的 是不是马龙说什么了 那倒也没有 不过你前两天刚给人家送过毛衣 这两天又和别的男的走这么近 你让别人怎么想 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反正我没做丢人的事 那你跟我说说 你和这个刘明依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呀 就是一起聊聊天 吃吃饭 看看电影 不过以后还真说不好 没准 还真跟他好了呢 小样 你听我说 你和这个刘明依不合适 你相信我 你和马龙才是最合适的 那马龙对我什么态度 你又不是没见着 他又不喜欢我 适合管什么用啊 他不是不喜欢你 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去想这个问题 你相信我 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特大喜讯 特大喜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万大军 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 冲破敌人 横渡长江 在人民解放军 百万大军攻击之下 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黄线 全部崩溃 南京国民党反东派政府 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李宗人 何英心 吉南 南京的解放 南京的解放 象征着解放全中国的事业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中国真的就要站起来了 莫莉再次感受到了 人家的伟大 而相情之下 林武阳就像一个挑战小丑 她的锤子挣扎 怎么能阻挡逆势前进的车轮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她的妄想 注定会成为炮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宝人 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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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国完了 南京完了 国军几百万的精锐部队 竟然没挡住 共产党的几条部队 老大 党国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这会儿可以走 表达你 你让我再想一想 让我再想一想 还想什么老大 这时候不走就死命一条了 表达如果我们老人出去更危险 让我再想一想 好 老大 你让我回家行吗 我想回家 表达我们是好兄弟对吗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都过来了 这次也一定能闯过去 你听 老大 一定能闯过去吗 你听 老大 他们现在在疯狂的庆祝 我去给他们制造一点小骚乱 到时候就有机会把你送出去了 好不好 你当着我 哪儿都别去 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把你带走 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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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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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一会儿要走吗 我先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都带你来 摸摸他 老大 老大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 你是一个确定好目标绝不会抖的人 我说什么话你也听不进去 可是我知道留在这儿我们俩都会死 老大我不用死 老大 我答应过这辈子陪着你的 你配不了 不要做我下辈子跟你说你不懂吗 行 你看 多闵闹啊 你看 快 快 快点 解剖 快 解剖一下 咱俩也是跳吧 刘大夫 您怎么来了 您请你跳支舞吗 行啊 停 你会跳吗 你带着我吧 好 那你跟着我啊 左 右 左 右 是这样啊 带着你一份 对 陈大姐 跟您说点事行吗 什么事啊 您没问问 小姚最近跟刘大夫 为什么走那么近呢 我哪有时间管她的事啊 你们俩关心那么好 她没跟你透露点什么 她要是能跟我说就好了 我是觉得呀 您劝劝小样 别让她跟刘大夫 走那么近的 可能是我多心了 咱们毕竟不了解刘大夫 而且刘大夫前两天还说 放不掉她原来的女朋友 这两天就跟小样 走得那么近 您不觉得太快了吗 你的意思是 担心刘大夫利用我们家小样 是吗 其实也不是 最主要的不还是 小样现在喜欢马龙吗 而且跟刘大夫比起来 我觉得小样啊 更适合跟马龙在一起 您看 小样又单纯 又是老革命 又有您和赵正伟这样的姐弟跟姐夫 我怕她到时候做傻事才后悔 我等我吧 谢谢 好 刘大夫 我们家小样啊 最近经常去骚扰您 是不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呀 没事 澹澹姐 我们在一会儿还挺高兴的 对了 你女朋友还没消息啊 没有 说心里话呀 我知道你跟你女朋友的故事 我是特别地感动 真心地希望 你们俩将来能够走到一起 谢谢澹澹姐 我们俩不可能了 是吗 那你应该再找一个呀 是吧 你要是不想找呢 你就继续等她 因为你那么爱她 对吧 就像我们家小燕 她特别喜欢马龙 你说我这当姐子知道了 我没事就得多鼓励她 让小燕有信心 因为我相信马龙将来 也一定会喜欢上 我们家小燕的 是吧 对 不瞒你说 刘大夫 就在咱们这周围呀 我还真的觉得 除了马龙以外 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能配得上我们家小燕的人 你说是吧 对 刘大夫 以后啊 你也帮帮大姐的忙 这小燕再去找你的时候啊 你就替我劝劝她 让她多去找马龙 好不好 一定 那我就谢谢了 同志们 同志们 安静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 无比难忘的夜晚 我提议 让茉莉同志 再为大家朗奏一次 可爱的中国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可爱的中国 方知敏 朋友 你们觉得我们的中国可爱吗 我想 你们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见解 都觉得这位母亲 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一言气候 中国属于温带 不十分热 也不十分冷 就好比我们母亲的体温 最适宜孩们的唯一 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 方知敏 到那时 到处都是火焰焰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 笑脸 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 将代替了贫穷 康健 将代替了疾苦 友爱 将代替了仇杀 生之快乐 将代替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园 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正是 我们的民族 就可以无魂色地 立在人类的面前 而生物我们的母亲 也可以美丽地装饰起来 为世界上各位的母亲 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 绝不在遥远的将来 而是在很近的将来 我们是可以这样相信 我们是可以这样相信的 朋友 朋友 新中国乱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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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州国内罪 新州国内罪 我给你们做了扇新衣服 刚才你睡着了 我给你换上了 还挺合身的 既然要上路 咱得风风光光地走 愿意 整个世界都会背叛我 你也会不理我左右 零脸零脸 你还是背叛了我 为什么 不能陪我走完最后一场 你我实日无妥 与其让你死在别人的小里头 不如我送你走完最后一场 不要的 我何尝不想 像你一样一早了之啊 可是你要知道 活着 比死更痛苦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白死 我一定会让你走完最后一场 等我了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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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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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现在看到三根线 一根黑的 一根白的 还一根红的 你说 我该捡哪根 我想求你的事 抽屉里边有个信封 里面有要数块钱 是我咱们四分钱 回头你帮我 寄给我的爸妈 跟你爸爸寄水 给我媳妇寄水 不算我跟她媳妇八卦 把生产都录了 都给我爸妈 你给我听好了 要给你自己给 这事跟我们关系 要不你出去吧 营章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的手一哆嗦 我俩都得死在里边 站着 别动 站着 别动 别动 老公 我这现在看到三根线 一根黑的 一根白的 还一根红的 你说 我该捡哪根 红的 捡 捡红的 红的 你别 蓝的 还是捡蓝的 我说红的 白的 黑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蓝的 捡刀在你自己手里 你 你别问我呀 行行行 你给我闭嘴 我自己来 我命就 我就交代你手了 我 Понしаю 你帮忙 你放测计那种 这项 不着 我死我 因此 等一下 regist 弹� 你 你 只是 Couric 他不是 便 Colin 例 恨 retrouver 搭 ak 了 你让 让你让 怎么样 营长 营长 行了 你的私房钱 保住了 我能动了吗 炸弹已经排除了 小心 营长 小心 前面 我的目的是 算我的目的是 你不看他 你不看你 有没有 你 你 你 臭人 飙子是你最好的巡礼 你居然把他杀了 你 你 你 我嚇死你 你 被我击撤了真相 惱羞成怒了是嗎 你 連飙子都敢殺也 你是不是人 我嚇死你 我嚇死你 石金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誰啊 石金的槍啊 我告訴你 彪子是讓共產黨也害死的 端王 你是笨秀 如果當時你肯幫我的 我不要做就不會死 你真是瘋了你 我就是瘋了 我是讓你們給逼的 我是讓共產黨給逼的 算到這回命的 下回會定了公司的 你想幹什麼 你還想幹什麼 就算死也會拉著你們做定位的 你走了 彪子都死了 還會有誰替你賣命 不是 彪子是讓你們害死的 這個禍我一定會爆的 我告訴你 彪小雅會爆我 你別以為那個星壇的婆婆 跟我說幾句 我就會瘋了頭了 我也告訴你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會讓你欺負小雅 快點滾 我不想看你 滾 做什麼呢 紅糖水 紅糖水 紅什麼糖水 我又不是坐月子 你給我喝什麼紅糖水啊 厘生哥我怎麼說了 你暈倒真的是因為低血ées 你得好好的補補知道嗎 去去去去去 我不喝这娘们喝的玩意 你就当喝药了行不行 我不喝你喝 你哪儿 我用药了 大龙 你怎么样 好点了别 我没事 别别别 坐啥 别动 干嘛呀 我没有真生病 没事了 没事 来 坐下 你小费啊 你吓死我了 幸亏没事了 女儿这恶魔中小 死都要拉个垫背 龙龙 以后这种情况 可地上你恰不能冒来 郑伟 我跟你说 这次还真的亏了营长 要不然我 真的就去见马克思了 这个恶魔中小 以恶魔还恶魔 这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个恶魔中小 是他身后的那个人 没错 恶魔中小死了 一个死人怎么会打电话呢 他背后的这个人才危险 当时接电话的时候 你听出来了是什么人 不清楚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 那你们说这个人 到底会是谁呢 本事挺大啊 能策划这么周全 咱俩想的是同一个人 除了这个人 我想不到其他人了 你们 说的是曾高吧 下面啊 曾高是重点 还有 那个抢劫过两岸 这两件事情 是重重之重啊 放心吧 大军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都不可能交流法外 莫莉无法眼睁睁地看着 天真的小样 被林舞阳欺骗伤害 您什么的 曹莉无法眼睁地看着 是 在哪里 你干吗呀 你别在这儿没出息的胡思乱想了 走 跟马龙表白去 我不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赌气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我怎么想有用吗 人家也不稀罕 我不管他怎么想 我只管你 如果你现在不喜欢他了我也不劝你 但凡你心里还有他 就跟我去表白去 小洋 如果刚才马龙真的被炸死了 你的心里话都没有跟他说 你不后悔吗 你说马龙被炸了 怎么回事啊 他人又没有事啊 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就问你后不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他真没事啊 你看看 还说不后悔 我问你啊 你要是不喜欢他这干吗呢 练字呢是吗 我就是吃饱撑了闲的 没事干练练字不行啊 你就别闹了 莫莉 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爆炸现场 她说她路过 路过 我跟你说啊 咱俩当时在里面 没看见外面什么样 柱子跟我说 要不是她拦着 莫莉就冲进去 她一直担心咱们俩会出事 我说同志们 马龙今天的行为 救了好多同志的信念 来 我们一块举位 敬马龙下 来 来 走 走 我可没那么伟大啊 我是政委同事 你不是说好了吗 就是喝一顿酒 你搞什么他身上来 来 前一阵 同志们啊 为了抓噩梦中学 神经崩得太紧了 现在终于开松口劲了 来 今天 胡子里门秀 干了 来 来 马上 你是不是弄那么大阵仗 弄得多菜也不浪费 来 来 你必须 你浪什么费呀 我跟说下回地站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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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队长 我和小燕敬你一杯 好 今天啊实在是太惊险了 我们俩干了 这是白酒 别干了 我干了就行了 干 你看看人家小猫 不是就就就 好样的 哎呀 小燕也不错 你也干 哎呀 马队 好 干了 你们意思意思不就完了吗 你说我这事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就要当年在战场上 这连屁都不算一个 我啊 是想忠心地祝福 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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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弟兄们 是不是该敬医长一杯 是 干了 干了 来 来 别说敬啊 告诉你 这事搁在我们这里边 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会这么做 来 干了 干了吧 这马医长的谦虚 来 干了 来 你也太省了 你怎么知道该剪那根红线呢 这是马龙的 问你呢 你怎么知道该剪那根红线呀 是啊 队长 你都不是全这些经验了 就是 我什么经验呢 那就是瞎猫碰死耗的 我又不是神仙 我哪知道的啊 这小子懵的呀 我们营长那是谦虚 那倒是你不害怕吗 不是怕 不是怕有什么用呢 如果不剪的话 那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如果剪了 最起码有一半的希望 我能活着呀 但是现在想起来 真有点后怕 后急凌都是两个人 听见没有 马龙真是大难不死啊 必有后福 来来来 我们再敬马医长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好 同志们 该进去啊 再见 我们女队无望向太阳 照着着中国的大地 慢慢慢别别别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慢慢慢慢 你看你 喝大了吧 我跟你说了 能不能别那么喝了 真是 我也没喝醉 我现在是高兴啊 杜冬 你说得对 现在恶魔忠孝死了 没有现在九泉之下 也该瞑目了 是吧 是呀 瞑目了瞑目了 瞑目了 所以我高兴 高兴 高兴 应该高兴 高兴 来来来 来来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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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天了 我支不下睡不着 这一天终于叛道啊 我高兴 我就等着这一天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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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为人 我真高兴 高兴 云娜 我 我答应我们要请 我要亲手把那个混蛋杀了 我 谁不敢没死在我的手上 我 才知道吧 我在拆炸弹的时候 我才想啊 如果那一下见错了 其实也挺好的 那样我就可以去见标签了 云长 你说 我没有亲手替他报仇 他回路里怪你 他怎么可能怪你呢 云长 他不会怪你的 真的 他不会怪你的 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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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没事 没事 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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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放军全力脚匪 原来他们真的在活动 这是什么 我问你的这个地址是什么 是吗 彪子 通过他是不是能找到另一半个人 是不是 是 一定是 彪子 你一直在瞒我 对不对 你一直在瞒我 对不对 我会找到他们的 找什么呢 怎么没找什么呀 是吗 昨天晚上马龙好像喝多了 是在找他的吧 我才没有呢 人家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找他干吗呀 因为你找我关心吗 人家为什么对你爱搭不理的呀 还不是因为你跟刘明依走得太近了 莫莉 你说起刘明依 我都想起来了 那天咱们一起跳完舞 他怎么就再也没出现过 忙什么呢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谭晓耀 你怎么老管别人呢 我就问问他嘛 马龙现在刚经过生死关头 你这个时候应该关心他 别老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好吗 我是想关心他呀 你说 我该怎么关心他 你等一下啊 你请君君珊 我们都差个多 回来个伤心周 谢谢 谢谢 来 来 这个给马龙送过去 快点 我不 上次送豆浆丢人丢大方了 我才不想让人再消化我呢 这个是小米粥 马龙昨天刚喝过酒 现在胃肯定特别难受 这个就它正有用了 行了 别吃了 快点 拿着 真需要 当然了 不会又绝我了 不会的 保证不会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这是我给你打的早餐 快趁热喝点 不 我昨天晚上不是喝多了吗 现在胃口不好 所以我不想吃 你拿回去吧 你自己喝 不是 他真喝多了 他昨晚吐了一夜呢 吐了一夜呢 对啊 那你肯定特难受吧 你快趁热喝点 多少个喝点 小米粥 养胃的 我真的不用了 我真的喝不下去 还有那个什么 以后不用给我拿 拿饭了 走吧 走吧 不吃拉倒 小二 妈 他不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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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都会在干吗 喝小米粥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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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得罪了 怎么就得罪了了 莫莉的饭盒 你看 写着呢 这小米粥熬得多丑啊 来点来来 我不吃 这搞不好是人家墨利 让小燕送的呢 想想 喂 我卫书大队 在哪儿 好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那时候有线索了 有一个商行 曾经转手卖过那些车 真的 而且那批早公司的图椅吧 现在就在商务部的马丘里 接到群众里 马龙得到了新的线索 公粮抢劫案中的 可疑马匹出现了 马龙立即带人前往调查 就是这马 应该就是这匹 去找马主任接过来 再确认一下 是 好马呀 连大车都是八成新的 对方跟我说 他们东家急需用钱 才建卖的 我就没往心里去呀 哪知道都是赃物啊 长官 我跟那些捷匪啊 根本都不认识 我知道 不用害怕 孟老板 你能主动办案 已经立了大功了 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是 是一个中间人介绍的 他在我这里干过活 对了 他们赶大车的人里面啊 有一个是他的表哥 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能找到的 叫什么名字 哪里找 容我再想想啊 你看 你啊 你啊 我啊 你你了 你了 你你了 我了 你了 这么贱呀我 要我说呀 马龙是因为生气 他不是生气 他是压根就不在乎我 看来我真的得好好想想了 他怎么可能不在乎你呢 那你说 他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和刘明依走得太近了 小燕你听我说 不要再和刘明依这么来往下去了 你怎么想得我心里清楚 可是你这些招数对于马龙来说不管用 只会适得其反的 为什么呀 马龙是个直脾气的人 你这些弯弯潮子的游戏他不会玩 他只会心里想着 你心里真的是喜欢别人想着别人了 我还就是让他这么想 他这么想就对了 他是彻底对你死心了 你愿意吗 愿意 你快别嘴硬了 到时候看你怎么哭 马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凭什么做什么事都得看他脸色 我现在还觉得 那刘大夫真比他好 文质彬彬有风度 对我还那么体贴 还总能让我开心 比极了 我真跟他谈上恋爱去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马龙那么喜欢你 他要听到你说这话多伤心呢 算了吧 你现在说过天了我也不相信 除非他马龙亲自来找我 亲口跟我说他喜欢我 你干吗呀 喂 是医院总计吗 你给我接外科办公室 我找刘明依大夫 你干吗拖我电话呀 我问你干吗才对 我跟你说把天白说了 我就是想找他出出主意 长官 这边 他就住这儿 学学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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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 老六在家吗 来了来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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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板 哪人分吧 你 谁 谁啊 干吗 你表哥在哪儿 谁 什么表哥 在 我没表哥 长官 长官 老师交代你表哥在哪儿 我真不知道长官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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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们来 里面 全都有家 小心点 没注意 走火了 十三个人到后门独中 其他都逃过来 注意点火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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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霓裳 这儿有火的 有动 带过去询问 快找 是 走 不想聊聊什么 这 长官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了 我肯定告诉你们 那我就问你一点你知道 你们这大车是哪儿来的 那也是别人卖过我们的 买了多少辆呢 一共花了多少钱 总 总共六辆 不是 十五辆 对 十五辆 一共一百块 一百块 对 这么便宜 哪儿买的 接受我 我也去买几辆 这 我们当时就是图便宜 才买的 什么 我跟你说 你小子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到底用了多少钱 总共一百块 没错 五辆车一百块 每辆车二十块钱 长官 我让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从哪儿来的 长官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数到三 我就崩了你 长官 你共产党 是尚在俘虏的 爷爷 没骗你们 真没骗你们 长官 根据那个土匪的交代 参与姑娘抢劫的 一共二十几个人 事后呢 当场分成了三拨 一拨在沈阳 也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五辆 另外还有两拨 不饶三人 他们属于哪股势力 老巢在哪儿找到了吗 问不出来 他好像很怕他的老大 死活都不说 要不然刘东咱们俩再去急紧 要不然刘东咱们俩再去急紧 走 咱散了吧 小雅 你若等身体的书交给马龙了吗 你干吗老窜的我写呀 就算是我写了 我也不交给他 干吗去呀 过两天要演出了 我找杨大姐他们练习了 我找杨洋狗去 泰伟雅 你能不能心把这个事办了呀 快 快 咱在这儿俩身边练啊 都系好了吧 都系好了吧 我这架还特别小的架 真的 我跟你说咱们好好练 一定会得的 快 快 站好 站好 你记 记好了啊 别掉了 一 二 走 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雅 你不应该和我们有样子 应该去跳舞 冬天你说刘大佛在那儿跳的有 都把我抓晕了 好看吗 就是什么时候你和刘大夫 再给我们聊一场呀 行啊 没问题 等刘大夫来呀 我们俩就跳给你们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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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好 您好 好 您好 可以吗 我来 您好 你还请收拾一下 您好 稍微 您好 谭小燕同志 找过来接电话好吗 小燕不在 林委员我再告诉你一遍 请你不要再骚扰她了 马队长 我找你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你回来 在这儿待啊 哪儿都别去 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能惊涉小燕啊 你别不耐烦 我真的觉得小燕是个好女孩 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不是 莫莉 别说了 原来是因为恶魔忠孝 你一再得推脱 你也给苗青姐姐一个交代了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她呢 莫莉 你说的都有道理 我也这样劝过林长 但是你也不能非得强迫她 选小燕啊 小燕到底哪儿不好啊 单纯又可爱 对你感情又专一 这样的女孩子在外面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追呢 这跟好不好没关系 我俩之间真的不合适 没事 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啊 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 我问你 你现在有合适的人选吗 没有吧 既然没有 为什么就不能跟她试试呢 这样给你 也给她一个机会啊 莫莉 如果你来找我 是跟我说这些闲事的话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狠忙 我现在里边还得审犯人 如果没有什么正事的话 麻烦你赶紧先回去 行吗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行吗 什么事 小燕想入党 想让你做她的入党介绍人 到时候她来找你的时候 麻烦你对她态度好一点 希望你能答应她 好吗 行 我答应 说话算吧 算了 谢谢 谢谢 五 六 七 八 三 我出去一趟 把这摘了 干吗呀 好事 我这盘练呢 去不去 有好事还不去 那 你先帮我拿上 小燕 你们好好练啊 我很快就回来了 小燕 你去哪儿啊 好 小燕 什么事 别看了 别看了 咱们自己练 自己练啊 来 快点 来 这个机会来得太是时候了 这个机会来得太是时候了 叹什么气啊 我叹气了吗 妈呀 莫莉一走 连自己叹气都不知道 刘东 我告诉你啊 以后没事 别把我跟莫莉老扯在一块儿 是我扯到一块儿了吗 刚莫莉她自己不 我不说了别再提莫莉了吗 我告诉你再说 你相信吗 我一掌劈死你 你一掌把我劈死你 你一掌把我劈死 你也拦不住我 跨莫莉啊 莫莉有什么可怕的 她照顾我 来 刚才我和马龙聊了半天 你猜怎么着 她还答应了 真的 真的呀 她亲口说的 她呀 现在不仅要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还说等忙完这证以后呢 要重新考虑考虑和你的关系 她真答应了 当然了 你弄这干嘛呢 还问我关系入党申请书 不是 吗 坐啊 我继续 我去哪儿 我可去哪儿 这句话 我楼子 和马龙谷 我送你回头 你和马龙谷 你没救我 你还在马龙谷 有多少人呢 一百多号 真的是一百多人 你确定你说的是实话吗 是一百多人 是真真切切的 没说谎 真怪 一百多人 真的是一百多人 陈小叶 你说你有意思吗 还挺着急危险的 马王又回来了 快 给他送回去 去吧 你确定他这次不会再绝我了 绝对不会 他尽口答应我的 去 送回去 快点 什么啊 小叶 真让你们给炸出干货来了 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办 事不宜迟 我想跟刘东 马上去趟城城 你跟当地的卫出部 得联系一下 好好 没问题 我在这儿坐等 你俩的好消息 谢谢 我也 Logan的 我只能怎么判了 照顾后就擀去 说早仅03 在几个早晨宁之后出轨icon 对啊 我当然是真心话 你真的接受完了 对啊 接受了 你真这么想的 有什么不相信的吗 你能这么说 对了 晓晓是这样啊 我现在有事得先出去 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 好好好 回来再说 你能说接受我心里就踏实了 那你安心去工作吧 好 可惜了 注意安心啊 莫莉 他 他真的接受我了 你摸摸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还说等他回来再找我谈 你说他是不是就愿意跟我相处了 当然啦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想 他现在收下了你的入党申请书 不就等一收下了你这个人嘛 莫莉 我真的得好好谢谢你 要不是你逼着 我都不敢去 请我吃饭啊 没问题 你想吃啥我都给你做 行 赶紧忙工作 谢谢 谢谢 我也不是没想到 我就觉得还是挺偷然的 刚才小二有点怪怪的 怎么回事啊 不管他了 咱必须得在肥龙知道他手下 被抓的消息之前赶到 开慢点 营长 我晕车我 老虎我 快点 小燕 你不是 等会儿 我赶紧是 即使是 行啊 哪里 我赶紧是 吴迪金 你如果有人赶紧 是因为马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现在都说清楚了 马龙喜欢小样啊 马龙亲口跟你说的 当然是马龙亲口说的呀 环丽 我觉得你很奇怪啊 我在问小样呢 她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答应 答应了 她答应了 她说她要娶小样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 马上就结婚 什么时候 等结婚报告批了呀 刘大夫 怎么了 难道你不应该 替小样高兴吗 应该 应该 祝贺你 小样 终于心愿达成 真的谢谢你 刘大夫 等我跟马龙结婚那天 我一定请你喝喜酒 好的 马龙队长呢 要不要我当面向她祝贺 她在外面忙着呢 是吗 刘大夫真的不好意思呀 你看不能跟你学了 茉莉说得对 以后我不能再让马龙误会了 小样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虽然结婚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做好朋友的 对吗 我还可以教你骑车 没有必要不见面吧 刘大夫 我觉得就不用了吧 现在小样有了马龙了 以后交机灵车的事情 就交给马龙了 而且你要是把马队长 惹不高兴了 我相信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茉莉 我真的觉得你很夸张 我不相信马龙队长 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我觉得您还是走吧 小样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好吧 不打扰了 不 刘大夫 小样 怎么能不给她面子 刘大夫人挺好的 那她有马队长好吗 反正比马龙会关心人 体贴人 小样 本来就是嘛 那你还想不想跟她结婚了 你说的这真的是真的 子彤走回家赶紧跟我说说 刘大夫 刘大夫 现在小样有了马龙了 以后交机灵车的事情 就交给马龙了 而且你要是把马队长惹不高兴了 我相信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茉莉 我真的觉得你很夸张 我不相信马龙队长 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我觉得您还是走吧 小样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好吧 不打扰了 刘大夫 小样 怎么能不给她面子 刘大夫人挺好的 那她有马队长好吗 反正比马龙会关心人 体贴人 小样 本来就是嘛 那你还想不想跟她结婚了 你说的这真的是真的 子彤走回家赶紧跟我说说 我到底怎么回呢 我早跟你说的 马龙同志 欢迎啊 刘龙同志 王同志 王同志 咱们长话短说 前两天我们抓到一个土匪 根据他的交代 在长春的北郊土龙山上 驻扎着一个匪帮 头目叫肥龙 土龙山上有土匪 不可能 前两天我的部队还去那儿拉链 没听说的 听说有什么土匪啊 这 是不是你们的情报有误啊 来 小样 想什么呢 马龙好不容易答应了 我怕她又变卦 我必须马上跟她结婚 想好了 你说的有道理 马龙既然答应了 考虑我和她的关系 那就等于 她答应和我处对象了呀 那这是迟早要结婚的嘛 晚节不如早节 而且 我担心 要像上次那爆炸再来一遍 万一马龙有个三长两短 我后悔都来不及呢 小样 你是个勇敢的姑娘 一定会幸福的 那当然了 她忙她的 婚礼的事 我自己办就好了 也就是办个简单的仪式嘛 请亲戚朋友吃个饭 包饺子就行 茉莉 我必须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啊 我跟马龙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来 谁说的呀 你们两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管中间遇到多大的困难 最后都会在一起的 小样 你知道吗 在茫茫人海当中 能遇到相爱又合适的人 这都摸得不容易 有的人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有的人在一起 却不能相爱 我感觉好 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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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你会不会 在哪里 原来我以为 我已经找到最好的了 谁知道到头来 失去的是更多 行了 不说我了 小雅 马龙为人正直 心地又善良 而且对人家又专一 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 而且要一辈子都这么幸福 我答应你 莫莉 你以后也会幸福的 幸福对于我来说 是渴望不可及的 有的时候 我特别羡慕你 因为你的人生 就好像一张白纸 以后啊 可以和马龙 在上面画最美的画 你说什么呢 我都听不懂了 听不懂就不听了 反正祝你幸福 干杯 队长 韩老根太过分了 他骗我们 文学非弄死他 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他是咱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我就奇怪了 在抢劫的这个事上 他交代得那么干脆 可是为什么在老大这个事上 他会撒一个这么显而易见的谎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没办法 明天上山吧 再看看 赶紧睡 你 你 你 求你个事呗 怎么了 今晚睡觉能不能别说梦话 太惨了 我说梦话了 怎么可能呢 我说什么了 你说 上半夜喊的是苗青 后半夜就别人了 喊别人了 谁啊 不告诉你 你晓得什么意思啊 你耍我是吧 我消你啊 我都替你数了 上半夜苗青喊了七次 下半夜好像还喊了茉莉 后来还念可爱你的中国来着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睡了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 我会 我会去喊 你小子胡说 别别别别 让你睡觉 夜深人静 马龙渐渐陷入到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看着祖国解放事业走向胜利 马龙心中感到由衷的喜悦 与此同时 他不由地怀念起了苗青 这个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奉献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姑娘 是那么的无私 那么的美丽 她永远活在马龙的心中 鼓舞着她 经历着她 你们是可以这样相信的 朋友 你们是可以这样相信的 朋友 莫莫莉独自来到教堂祈祷 希望马龙能够和小样在一起 她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小样 深深爱着马龙 虽然自己心中很羡慕小样 但是莫莉真心希望 她们两个人能幸福地在一起 你好 好 姐 我要跟马龙结婚了 你说什么 结婚 这是我的结婚报告 结婚 马龙呢 她人呢 她知道吗 胡扯 她不知道你怎么接呀 她喜欢我 当然愿意跟我结婚了 她说喜欢你了 什么时候说的 前天她亲口承认的 姐 我看马龙最近特别忙 都累得说了好几圈呢 我想尽早结婚 能方便好好照顾她 又转 又转 不知羞啊你啊 那个 我怎么觉得有点突然呢 你们俩到那程度了吗 反正 说快了点啊 反正这是迟早的事嘛 晚节不如早节 来来来 批了吧 快 这不能批 我得问问马龙啊 毕竟这结婚 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啊 我也想征得她的同意啊 可也能找得着人 她出差了 那就等她回来 那你啊 你呢 你怎么办 你得等她回来再说呀 我等不了 你怎么等不了啊 你挣不着吧 我给你一天时间 不管今天你能不能找到她 下边谁批批的啊 小燕 小燕 聊下 馬龙 本事 就这么快了 莫莉 找不找得到 我都想办法让我姐给批了 你下班之后有空吗 陪我去逛街呗 逛街 干吗呀 买结婚用品啊 虽说不办一事 那总得做两件新衣服 添点新东西吧 喂 是我 好好好 我马上去 是你姐呢 不是 答案是去我要资料嘛 行 那我先去了啊 喂 莫莉啊 谭大姐啊 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我刚才在上厕所 怎么了 有事吗 你现在手头上有工作吗 没有 要是没有的话 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我现在到我了 进来 谭叔进去找我 把门关上 来 坐 快坐 莫莉啊 我叫你过来啊 是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就是刚才小燕 她交给我一份结婚报告 你知道吗 知道呀 她跟我说 马龙跟她说 她喜欢她 你知道吗 马队长 不许啊 你给我那说 你磊子 你这把我给你 我是 我 不是 有 马龙回来之后再谈结婚的事比较好 谭大姐 想要这么做也不是没有她的道理 你也知道马龙这个人 什么事情都以工作为主 别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再说了 他们折腾了这么久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转机 还不如跟他们早一点结婚 这样让咱们也安心 我当然希望他们早点安定下来 可是 莫莉 你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你觉着马龙对小样 是什么感情 马队长说小样是个好姑娘 希望她幸福 那这么说马龙 她喜欢小样 对吧 对 行了 你看耽误你半天工作 快回去吧 啊 这是个好姑娘 我当时在说我 不是小样的 是小样的 她想要想做 我 她在说什么 走 进村看看再说 走 下班了 我想在吗 你在 等我好消息啊 姐 姐 找到马龙了吗 姐帮你找了 找了个遍 可是她呢 执行任务去了 没找到 那我的结婚报告 你就先给批了吧 你还犹豫什么呀 姐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 我嫁给马龙吗 你看这世道临头了 你怎么又不支持我了 姐哪能不支持你呀 姐就是认为啊 马龙不在 我这心里不踏实 我都亲口听到她说了 还不够啊 你是不相信我 还是觉得我在骗你啊 姐是那个意思吗 姐就是觉着 结婚是大事 得谨慎 我很谨慎了 等马龙回来再说 你干嘛呀 今儿你要是不批 我就不走了 你也别想下班 你干嘛呀 我需要吧 你屁了吧 你怎么那么不害羞啊你啊 姐 你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姐 行了 行了 说好了啊 批是批了 等马龙回来之后 你们俩在结婚之前 我要找他好好谈一次 你放心吧 我一定让马龙当着你的面 亲口答应娶我 好 姐 那我先走了啊 你赶快下班吧 莫莉 结婚报告 屁了 太好了 怎么样 走吧 逛街去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要买的东西好多 买喜糖 买酒 还得吃花布给马龙做两只新衣服 还有喜帕什么的 反正药买的太多了 我想在马龙回来之前 把一切都准备好 好给他个惊喜 走吧 走 滚门 我来 快点 那我也得锁好门啊 你说我还要买什么呀 老买的 老买的 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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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买问一下 你们这儿山上 是不是以前有土匪啊 这土龙山上 以前是有土匪啊 可你们解放军进城 没多长时间 就都给你们剿灭了 土匪头子 是不是叫肥龙啊 肥龙 那可是个大混蛋 恶有恶报 被你们解放军打死了 没错没错 吃手还是我埋的呢 可解气了 谢谢二爷 没事 累死我了 行了 赶紧烫热吧 我还是有老婆好呀 知道有家好了吧 可是这家出大事了 怎么了 你喜欢上别的男人了 你瞎说 那就不叫事 小燕啊 交了结婚申请 要跟马龙结婚 这还不是大事啊 马龙是不是答应 跟小燕结婚的 不知道 不知道结什么婚呢 小燕跟我说 马龙亲口说的 说喜欢他 小燕呢就想先结婚 然后好照顾他 是真的吗 本来呀 我今天想找马龙问问了 可是找了一天 根本不知道他人去哪了 发现了搭车的线索 他出差了 怪不得呢 你想办法找到他呗 问问清楚啊 到底怎么回事 他喜不喜欢小燕 我真怕小燕啊 是一厢情愿 先不着急 你把小燕的结婚报告 押住不就成了吗 已经屁了 那你得拦着小燕 能拦得住吗 当时小燕啊 特别高兴 没法拦 这事太突然了 小燕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我是她姐 她骗我干嘛呀 我的意思是 她先来一个先斩后奏 搞成一个既定事实 你把小燕想成什么人了 不是这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她把马龙的意思给误会了 那倒也不至于啊 小燕的性格是有点粗 但也不至于 连马龙的话的意思 都听不明白 那当然不至于了 那她傻到那种程度啊 把不喜欢听成喜欢啊 那马龙就太过分了 这都要娶我小姨子了 居然还瞒着我 没没 行了 咱俩呀别在这瞎猜了 当务之急 是找到马龙问问清楚 你说呢 她进山了 我去哪儿问她 那也得找啊 那小燕结婚申请我都批了 如果找不到马龙 那小燕怎么办呀 好看吗 给马龙的 马龙穿上这个 会不会特别帅呀 小燕 结婚是一个女人 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你准备得这么仓促 会不会觉得委屈呀 不委屈呀 委屈什么呀 只要能嫁给马龙 我们婚礼不办都行 我不在乎任何仪式 尝尝 甜吗 不能白吃 明天你得替我分堂 行 明天啊 咱们一个对一个对地去喊 来 让来啊 帮教你的人 果然是增高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然后给你报仇 他一定会帮着我 你放心 木铃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她一定会帮着我 找到自告的人 你放心 已经有眉目了 好好好 你俩回来再说吧 好 好嘞好嘞 马龙 马龙啊 你问他 你问他没有啊 问什么 小样那事啊 哎呦 忘说了 你看看你 啊 这么大的事 多重要啊 你怎么不问他呢 再重要 还能有破案子重要啊 马龙忙的脚都不粘地 这个时候 我跟他说这事 合适吗 什么呀 工作是重要 结婚也是大事啊 小样 现在各科室发喜糖呢 你说到时候她不出现怎么办呢 哎呀 你说马龙个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工作开了 天王老子都管不住他 咱们现在还没弄清楚 他的真实想法 万一弄差了 那可糗大夫了 我告诉你 所以啊 咱们俩呀 得趁早 问问马龙 看看他到底什么想法 万一弄差了 也有补救的机会 你说 这万一 小样弄得满城风雨 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俩要结婚了 到时候马龙不承认 那小样 他还有活路吗 咱就算找到马龙了 万一他又是不愿意 那咋整了 他说不愿意 那能行吗 跟咱们这么多年了 而且等于是在咱们眼皮底下长大的 咱们说什么 他就得听什么 想结婚就结婚 不想结婚 他也得结婚 妈呀 谭姐 你这是让我逼婚呢 对啊 嘿 咱俩要有这本事 能把马龙弄得结婚了 仨小样他都娶回家了 还有咱这么费劲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天 行 明天回来 让他到家里来见我 他明天还有工作呢 明天礼拜天 他工什么做呀 那行 你告诉他 下了班之后到家里找我 就这么定了啊 反正我什么都不管了 明天我要是见不着马龙 从今往后你也别想见我 行 姑娘呗 我答应马龙明天见你 但是我不敢保证 他能娶小样 赵再军啊 你怎么习惯性地推卸责任呢 我看你是不想吃喜糖了 你这不是逼人吗你 这面呀不是这么活的 还使劲揉 使劲 不是这么活了 来来来 看着啊 这缺水都没看出来 得放点水 然后这样 莫莉啊 你说你是南方人 对吧 你们南方不饱饺子 不和面呀 你怎么这点活都不会干人呀 姐 你都知道是南方姑娘 她肯定不会和面了 来 我来和 别别别 怎么能让你和呢 一会马龙来了 你总不能招两个命手 去迎接她吧 我来 我慢慢学 莫莉说得有道理 今天呀你是关键人物 赶紧的 进屋好好照着镜子 把头发好好梳梳 我这样行吗 行 漂亮了 我有什么 הה 그러 我来 我来 留在青山 booth里 我来 我来 刘大夫 找我有事啊 田大姐 我是来找小燕的 小燕 祝贺你 给我的 对 谢谢了 刘大夫 这还没结婚呢 不太合适吧 田大姐 瞧您说的 小燕大喜 这是我一点心意 行 谢谢 莫里在呢 又还包饺子呢 好久没在家里吃的 吃过饺子了 那就留下来吧 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呀 你会和面吗 会 太好了 你洗手帮忙和面 好嘞 大姐 这么特殊的日子 你问她在这儿吃饭合适吗 我没想到她 就跟她客气一去就不走了 你就留下来吧 陈大姐 您就别摘手了 我来 手里洗干净 来了 莫里 那你来试试 不用了 我正好不会 这样也练练手 你让她试试 来 我试试 试试 试试 水不够啊 小燕 还有水啊 这儿这儿这儿 你怎么会干吗 你怎么会干 你怎么会干 我记得你也是南方人啊 你怎么会干这活啊 家父是河北人 家父在世的时候呢 家里总吃饺子 和面 擀皮 包馅 全她一个人包了 我也经常给她打下手 这不也都会一点 但是我父亲过世之后 家里就没吃过饺子了 难怪呢 茉莉 你得好好跟人刘大夫学学啊 你看看人家 这活干得多利索呀 那手多巧啊 你一个女孩家 连包饺子和面都不会 以后怎么嫁人呢 梁大姐 你这就说笑了 其实像茉莉 她以后找一个 会包饺子的丈夫 不就不用自己干了吗 对呀 我觉得刘大夫就不错 这合适吗 茉莉姐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呀 这忙不半天了 那西郎官呢 她在回来路上呢 看把小样是美的 这真是新社会新气象 我从来没想到 革命队伍 是这么操办回事的 这还没结婚呢 到结婚那一天呀 会更热闹的 差不多了吧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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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龙啊 先别给我紧 来 擦把脸 来 韩老根 真把咱们给涮了 那可不是吗 我们去了土东山 当地的老百姓说了 那儿之前确实是有一股 以肥龙为首的土匪 但是后来被剿灭了 而且那个肥龙 是当场被击毙的 这韩老根真不是东西 对了 刘东呢 把他找过来 我要战事韩老根 来来 别着急 刘东啊被四大队借走了 有个案子 去四大队了 我找他去 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不着急 反正我又没事 这事得抓紧 小子 你没事 我 我没事 你好好想想你今天有没有事 我没什么事 你的大事不办了 我什么大事 小子 行吗 不愧是特务赢出来的 这么大的事 你连我这个老大哥你都买 真肯 走吧 跟我回家 全给你准备好了 干嘛 干嘛 你新郎官啊 不是 你有病吧 谁当新郎官啊 你是不是发烧了 小子 你才发烧了呢 对啊 我是发烧了 你真发烧了 有那去看啊 我没白的急吗不是 这两天山里头不是 我看看 行行行 有一事我要烧不死 烧不死啊 你小子烧不死 小燕怎么办 小燕发烧了 小燕发烧发大发了 居然去了的人都知道 热火朝天的 给你们俩准备婚礼呢 给谁 你啊 你别吓我 这事不能开玩笑啊 对了 小子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不是答应我们家小燕的 我没答应她 我跟她说了 我俩不合适啊 你亲口跟小燕说的 这废话 我当然亲口跟她说啊 你亲自跟小燕本人说的 我亲口跟小燕本人说的 我亲口跟小燕本人说了 我俩不合适 而且莫莉也知道这事啊 没没 都是亲口说的 怎么 这个结果竟然相反呢 我哪知道 怎么回事啊就是 哎呀 马呀 我有糊涂了 你这样 你跟我回去 跟她马这话说清楚 好吧 走走走走 我 我不去 反正我说过的话 我不会再说一遍 哎呀 马龙 你听我说啊 以前说过的都不算数 你现在回去跟她说清楚 才算数 我不去你烦不烦 好了好了 马龙 你这样 你就当帮帮你大舅哥 好吗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回家的话 你大姐呀 非跟我离婚不可 那是你的事 帮我帮我 无论如何 你今天必须在我们家那俩 女人面前出现 要不然 我赵大舅就永不宁致 哎呀 我求你了行吗 你别让我帮你 什么事我都能帮你 但是这事我真帮不了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怎么就看不上我们家小院呢 小院挺好的 你能不能将错就错 把这事给办 那这是你跟政委说的话吗 你还让我怎么说 一个是我老婆 一个是我小姨子 还有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们都逼我 你们想逼死我呢 不是 谁逼你呀 我说 我说这是你们在逼我 我告诉我 我现在没心里跟你们说这个事 你们要再逼我 回头我挂个光头 我上山上 把他当河上去 谁都挡不住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真不去 我真不去 行 马罗 我软硬你都不提 你今天真想逼死我好 我大不了今天 你大起给我离婚算 你想在这干吗 看唄 郑伟好像很生气啊 生气呗 我从来没有见她 发过这么大火 她发过 我找谁说去啊 我刚刚在门口听见 阴长 什么时候决定 跟小燕结婚了 好事啊 我都不知道 嘴挺眼 你也有病是吧 我什么时候说了 我跟晓晓结婚了 郑伟刚刚说的呀 我怎么想的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真没打算跟晓晓结婚 晓晓多好呀 郑伟都说了 你废话 你想冤枉死我是吧你们 那 那你肯定做什么 你说我做什么 我能干什么 你说你告诉我能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我估计 我估计肯定是你那时星吧 肯定跟晓晓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 不然人家郑伟和大姐 这么腻爱晓晓 至于非得跟你 硬搞拉郎配 乱解原谅谷 你说是不是 你说我到底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 我现在 我实在比斗鹅还冤 斗鹅 斗鹅 咱冷静点好不好 你别再喊了 你再喊下去 真得下去了 你想冻死我了 腾死我了 营长 其实你真的可行 行行 别说了 别说了 走走走 想让人真的胡说 让开 走 营长 脚子好了 快来 快接一下 让点烫 来 酒杯摆上 酒呢 小燕 快去拿酒 回来了 马龙呢 姐夫 马龙呢 她说她不来 什么 不来 怎么回事啊 你说真的吵起来了 我跟她吵什么吵 小燕 这事还真得弄清楚 要不然咱家这人可丢大方了 咱不能光着屁股推磨 转圈丢人哪 你跟姐夫说老实话 你是不把这事给能查了 没搞查呀 这事怎么能搞查呢 不是 你闻闻莫莉 莫莉 到底怎么回事啊 注意点态度 这是马龙的问题 跟人小莫没关系 要扩大打击命 怎么没关系啊 她一直掺和这事呢 她怎么不来呢 你知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呀 这臭小子 我现在找她问个清楚 你去你也不能让她来呀 你能把她绑来呢 我得问明白呀 她为什么不来呀 这不耍人的吗 她压根就不知道这事 什么 压根就不知道 小燕 小燕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说话呀 哭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啊 别哭别哭什么呀 顾奶奶 绕着去 到 赶紧去帮马龙给我绑来 要不然你就别回来 媳妇 这事你不能冤枉我 我跟马龙再是哥们 我也不能把他绑架来 取咱家的小样啊 莫莉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 那天你不是告诉我 她喜欢小燕吗 这怎么回事啊 谭大姐 你别着急 我追得去找她 走了 走 小燕 你听我说一句 没准马龙 这边工作上的事情 牵绊住了 她肯定会来的 别急 刘大夫 家里现在这种状况 我就不送你了 我以后都不送你了 我假扰 甲子 你看 你再听就知道 那边下 她想要给你 你 zag 有什么事 这是 大夫 小燕 我 你们这些 是 你可是我 有什么事 让你多想要 那边 连你一块儿收拾 咱共产党人不信搞竹林 不许仰望好人 你在这儿干吗 不让你去吃饭了 你想想快别弄这个了 你想想怎么补救 干吗去这儿去 不让这个会出人命的 对不起 马德尚 我态度不好 我想问问你 你是除了苗星姐姐以外 不会再喜欢别人了吗 说话呀 我在问你呢 我问你呢 不会 那你是打算心里抱着她过一辈子 还打算挨别人吗 不打算了 莫莉 营长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既然不打算挨别人 就给小燕一次机会吧 你倒是牺牲掉自己的幸福 让小燕的感情有个好多归宿好吗 反正你 也不打算爱了 娶谁不是娶呀 是吗 对不对 光临 怎么说话呀 马德尚 你倒是可怜可怜她好吗 像小燕这么好的女孩 是不应该被伤害的 你既然不打算拥有爱情了 那至少你有同情吧 现在整个区位都知道 你俩要结婚了 她连喜糖都发了 你让她的脸包哪放 你让谭书记 跟赵志伟的脸包哪放呢 我求你了好吗 莫莉知道自己犯下了错 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小燕 她必须去说服马路 只有这样 才能阻止林舞阳去伤害小燕